巴黎奧運場地單車全能賽星期日上演 23歲港將李施詠完成詩哥賽項 最終在22位車手中排名20 未能達到他在賽前表示 希望可以打入前10名目標 施詠賽後受訪一不成聲 自責表現很差 哭著向外界道歉 他說教練和隊友賽前用了很多時間陪他練習 兩面奧運同排得主師姐李慧斯 也很用心向他傳授經驗 但自己的體能和戰術都出現問題 自稱浪費教練心機 全能賽分為四個項目 分別是捕捉賽 配速賽 淘汰賽和寄分賽 總計得分最高者勝出 李施詠說自己捕捉賽表現一向較弱 今次仍然沒有改善 但他亦說今屆首次參與奧運 見識到真正強手的實力 將會繼續努力訓練 改善體能和戰術 為開電視作單車賽評述的師姐李慧斯 在直播看到師妹哭成類人之後 亦都一度越向其他主持求救 似乎在控制情緒 他其後說 詩詠近四年先斬路頭角 但外界就形容他做接班人 為詩詠帶來很大壓力 還嫌表現未能發揮 但比賽沒有絕對補勝 就算落敗 也沒有對不起任何人 單車隊總教練達海菲也說 李詩詠表現不錯 只是沒有主動信公 已經努力嘗試過無需自責